蛋仔中的皮肤一共可以分为五种品质 制针 隐藏 稀有 高级装扮 还有隐藏 分别对应制针皮 紫皮 蓝皮 绿皮 以及隐藏皮 那你知道这每个品质的皮肤中最贵的分别是哪个吗 隐藏皮肤中最贵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SE赛季的赛季隐藏皮肤 透明小蓝猫 是整个蛋仔派对中最稀有的一款皮肤 同时也是蛋仔中最贵的一款皮肤 拥有非常独特的外观 在蛋仔岛上也是蛋尽皆知 在藏宝阁中价格是一万多 所以大家以后在蛋仔岛上碰到它的时候 一定要离远一点 不然蹭掉它一点气 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制针皮肤中最贵的 毫无疑问肯定是我们N4赛季的 闪电阿存 在藏宝阁中的价格是七千多 同样都是比较稀有的制针皮 黄金大机甲的价格只有三千多 并且最近大机甲还反厂了 价格直接跌破底线 其实有很多玩家都认为 闪电阿存是因为太丑了 当时没有蛋仔选择去抽 所以现在才变得十分稀有 你们认为有道理吗 有道理 下一个紫皮中最贵的 想必很多蛋仔都不知道 答案是S1赛季的小蓝帽 在藏宝阁中能买到最便宜的小蓝帽 在一千多快两千 小蓝帽能值这个数字一点也不奇怪 人气高还非常的稀有 接下来是蓝皮 最贵的蓝皮 相信很多蛋仔都不认识 叫做鲨鱼痘痘 藏宝阁最便宜的价格 也要四千以上 甚至超过了大部分的制针皮肤 这款皮肤贵的原因是 首先它的外观非常的好看 第二它获取方式特别困难 第三它是限量的 这三点加在一起 就让它拥有了众多制针皮肤 都达不到的价格 最后就是最贵的绿皮 叫做虎虎套装 藏宝阁中大概需要600左右 就连阴爆药星才只需要400 虎虎套装贵的原因是 它是绝版内侧手冲皮肤 跟我们的这只猫差不多 但我们这只猫 又也棒